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米 现在我们莆田的荔枝 现在已经大量的上市了 然后我们莆田又被誉为 荔城 就是荔城无处不荔枝 就是说我们莆田这边到处都是荔枝 莆田荔枝也是我们莆田四大民国之一 文丹佑 然后琵琶 还有龙眼荔枝 荔枝是莆田四大民国之王 就是荔枝是排在第一位的 然后今天是到我朋友 这个承包的这一片果园 这个都是百年的老荔枝树 然后我们今天顺便过来买一点荔枝回去 然后回去吃一下 尝尝鲜 然后一些朋友也帮我 叫我帮他代购一点 现在已经到这边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荔枝 是怎么采摘的 好 现在走 这边一片全是百年荔枝树 一整片都是 这一棵113年 好粗啊 特别特别粗 这个楼梯放在床上 然后爬上去 这个好高 像这个采荔枝 它这个荔枝都是靠着这个水边种植的 然后长在外面的 它们都是用这种水泥船 然后这个梯子架在水泥船上面 然后才能采得到 这个船用猪肝给它固定住 这个摘荔枝也是挺辛苦的 爬这么高 现在这些采彎了 采彎的我们尝一下 尝一下这个栗枝怎么样 这个栗枝小栗是非常高的 很好 很好 好不好 栗枝都是这种小的 小核的 然后这个阿姨这边分检一下 分检一下 等一下回去还要再分检打包 本来想给它带走 现在它说回去还要再分检一下 就带不走 然后叫它们等下送过去 再尝一个 可以啊 可以尝啊 这些都是学理的 都是小核的 非常好 那边又来一个店 妹妹尝一个 甜不甜 好吃吧 好吃 荔枝小朋友非常喜欢 呵呵要吐出来 这个摘荔枝 一天工钱五六百块钱 相当的美 买了一床 直接用烂床拿出去 真想VIP服务 买的多啊 做转船出去 这边走出去走半个小时 顺便可以拍拍这个外面的荔枝 现在回来分解一下 然后积外底的话是用泡沫箱 然后里面放冰箱 积外底是这样积的保鲜 果汁净重十斤 这个是外底的啊 先泡沫一下 然后放冰箱 还欠了我五十斤 这些拿去送 送完了准备出去抓满鱼了啊 谢谢老板支持 拜拜 现在 班朋友代购的 都已经送完了 都送给他们了 然后 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去抓满鱼 最近也挺久没去抓满鱼的 然后 就是手上欠的一些网友的 满鱼还挺多的 然后 也被吹的比较紧 那今天晚上去抓满鱼去啊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